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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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shi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這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年的日本一大賽,和我預測的一樣 最終有養樂多4比2勝出 六場比賽真的是場場精彩,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 其中最後兩戰都是由兩隊的關鍵代打人物 Adam Jones 和川端勝武打出智勝分 這兩人在今年賽季都繳出了可被人稱作是代打之神的表現 Adam Jones 今年有著37次的代打出賽紀錄 一共打了12隻安打,和選到9次的寶送 打擊率是4x29,上累率是5x68 而川端則是整機都專職代打 89次代打上場,打出了30隻安打,選了7次的寶送 有著3x66打擊率和4x16的上累率 他們兩位的表現也讓人堅持到板凳深度的重要性 我們先來回顧兩人在日本一的關鍵一集再進主題吧 到達了 球隊頓 入りました 達? 七瀬県 siete二人 ぐが封立ばした 七瀬県 なんという試合でしょ これが同点だからなんですよ えてこのシリーズを当たりがでていなか だなど上部ですが 是要把自己的バッティングカウント 是要把自己的バッティング ショート 下がって 落ちた 前進守備ですが 返ってきた 大仲間 打ちました スワローズ 12回の上で勝ち越し スワローズ 12回の上で、ランナーなしからの 勝ち越しタイムリーになりました しかしこの代打での勝負強さ 在日本職棒有關代打的記錄 其實也有著不少的故事和有趣的事 20年球季中間 王伯榮也兩度在代打時打出拳雷打 当時的討論熱度也是相當高啊 今天就來和大家分享一下日子有名的代打神人吧 首先在代打時大家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一上來就紅一隻拳雷打吧 而在代打拳雷打這部分 日子可是有一項世界記錄呢 記錄保持人是前版級勇士的高頸宝紅 他16年的球員生涯一共集出130發拳雷打 其中有27發是作為代打時打出來的 這的同時也是世界最多的記錄 稍微提一下其他職棒聯盟的記錄 中華職棒代打拳雷打最多的 是去年刷新紀錄的蘇維達的7隻 而大聯盟的最多紀錄是Mate's Tale的23隻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08年的國聯冠軍賽上 第四戰八局上的代打兩分砲 這次拳雷打也被譽為是廢城史上最難忘的拳雷打之一 而日本的高頸宝紅是一位在1964年 從社會人球隊進軍職棒的選手 他在進到職棒的首年就在二軍拿下打擊王 更年更拿下打點和拳雷打雙冠王的頭銜 雖然打擊成績如此的優異 不過高頸因為對變化球非常苦手 而且他的守備真的是太爛了 加上當時日職還沒有引進指令打擊的制度 這讓當時的監督實在是不知道怎麼樣啟用高頸 最後只好還是把他叫上一軍主要擔任代打 這時已經是高頸進到職棒的第四年了 原本教練團大概也是抱著私事的想法啟用高頸 結果沒想到他在代打打出了屬於他的一片天 到了1974年他已經累積了14發的代打全雷打 改寫了當時日職代打全雷打的紀錄 同年高頸也入選了當年的明星賽 他在明星賽的第一站九局下半上場代打 而他也不負眾望的 集出了日職明星賽史上第一支的代打在劍全雷打 到了1975年陽聯開始使用指定打擊 高頸也開始獲得大量指定打擊的出場機會 直到1980年後高頸才又逐漸轉向代打出賽 1981年高頸用生涯第三支的代打在劍轟 寫下第27支的代打全雷打世界紀錄 隨後於1982年引退 據說高頸自己有一本秘密筆記本 記下了所有他觀察到的投手投球師的各種小細節 像是江夏鋒在投直球時的清晶會更明顯之類的 果然要有過人之處才能在代打上有如此成就啊 高頸職業生涯留下來 2成69打擊率 130支全雷打 466分打點 OPS0.811的紀錄 於2019年離世 享年74歲 接下來的三位都是來自版神虎 前後三個時期的代打高手 第一位是真宮明信 真宮在加盟太平洋俱樂部後的第五年開始展露頭角 首度拿下游擊最佳9人後 就被當作交易籌碼 以4換2的方式從版神換來了田園信1 而真宮到了版神後 也成為了整體表現不遜色於田園的打者 是版神整個80年代初期最穩定的核彈頭 1983年球季 他拿下了該年的打擊王 據說因為他在季末一度打擊狀況下滑 在球季剩下大約10場比賽的時候 教練曾問他要不要乾脆不出賽了可以穩坐打擊王 但這樣的提議被真宮給拒絕了 隨後剩下的10場比賽 他還把自己的打擊率從原先的3x50提升至3x53 這也成為了聖人真宮的一項傳奇 直到1993年以後 已經40歲的真宮才開始失職代打 並在1994年創下代打30分打點的日本紀錄 這年他只打了17隻安打 2隻是全雷打 然後選了8個寶送 就算再加上高飛犧牲打 這個打點效率未免也太驚人了吧 再來要介紹在90年代末被稱作是代打之神的巴木玉 巴木在1986年就以第三指名被板神虎選進 生涯初期沒有獲得太多出場機會 1988年時還被編排在名單外被送到美國野球留學 不過巴木在回國後逐漸站穩一軍先發 甚至還一度被稱作是掛步二世 他也曾連續3年擊出20發以上的全雷打 不過在1992年之後因為受傷的關係 加上龜山弩和信創鋼智等人的崛起 巴木的出賽機會逐漸減少 不過教練團還是很信任巴木的打擊能力 讓他在1997年開始擔任對上主要的代打 巴木也就這樣打出了職業生涯的第二波高峰 1997年 巴木整季的代打打擊率超過了4成 隔年 從球季開始 巴木的代打打擊率長期都維持在5成以上 相當驚人 這也讓當時的吉田義南監督給他起了代打之神的稱號 在那幾年的比賽 只要場面的播報爆出 代打 巴木 整個甲子園球場就會傳出超大的因緣聲響 而巴木的代打傳說一直到2004年一場對中日的比賽 對手不惜兩次晶圓保送就是要抓巴木 而他也在那個打席吞下了三陣 至此巴木決定要高掛球鞋引退 生涯在代打留下了400個打數 94隻安打 98分打點的成績 其中98分代打打點是球團第二的紀錄 而為什麼先講第二不是講第一呢? 因為創下板神球團 最多代打打點的是巴木的後輩 快三進次郎 在2013年才刷新的紀錄 快三的職業生涯前期是板神的主力打者 他在03年不僅完成了完全打擊的成就 更一度扛下賽季和日本一大賽的四番 05年的日本一大賽 歷史著名的334 快三是板神打線中少數還醒著的打者 4分鐘的其中一分打點就是快三打進來的 本來就是球隊主力並且有著高人氣的快三 到了2006年球季開始擔任代打要員後 再次將自己的人氣以及日職的歷史定位 推向另外一個高峰 他在08年用整計3層的打擊率 2層95的代打打擊率 成為了板神球迷心目中新一代的代打之神 隨後他就一直擔任隊上的主要代打 往往在球隊最重要最需要得分的場面 換上快三代打他也總是不會讓人失望 2013年球季 快三在刷新了隊史各項代打的紀錄後引退 話說他在那年的高潮系列賽上 第二戰生涯最後一個打席代打上場 還能打出一隻兩分拳雷打實在可怕 雖然最終板神還是沒能拿下勝利挺進日本一 不過也真的讓人見識到這位代打之神的威力 而最終快三也成為了在代打啟用術、安打術、打點術 都僅次於先前提到的高景寶紅的代打傳奇 最後要講的也是一位傳奇人物 他就是被稱為藍浪先生的藤井康雄 比較晚期才結束日職的朋友可能會比較少聽到他的名字 不過在整個90年代講到楊蓮的重砲手 像是欣元、何柏和秋山、欣二等人 絕對也不會漏掉藤井的名字 藤井職業生涯一共打出282隻的拳雷打 其中有14Fast滿罐砲 和中村晉陽並列史上第三 而排在他們前面的兩人是王真姿的15隻 和中村鋼野的21隻 剛剛提到的三人都是職業打出了超過400隻拳雷打的選手 世界的王各式打了868轟 可見藤井在滿壘時給人的期待感和投手的壓力真的有多驚人 雖然這項滿壘開轟率的紀錄還有更可怕的選手 分別是菊田德廣和怡氣肉 但今天的主角不是他們,我們就下次再說 而藤井的這14F滿罐砲裡面有4隻是代打的滿罐砲 其中最著名的是這隻在2001年對戰羅德的比賽中 從Closer小林亞因手中集出的 史上唯一、兩人出局3分差的代打逆轉再見滿罐全雷打 這隻全雷打是藤井單記的第15隻全雷打 只出賽88場就打出15轟也改寫了最少場次的歷史 而且這年他可是一位已經39歲的老將 曾經沒有像前面提到的幾名選手 曾經幾乎一整季擔任板凳的代打 不過4隻的代打滿罐砲在代打的領域 也真的足以讓他名流輕史 以上是今天介紹的幾名有關代打的日子歷史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下喜歡 也別忘了訂閱或留下你的看法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